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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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后来上Facebook才发现原来是多人说的 因为我沉迷Fest 我现在沉迷Fest 接着就开了Facebook 那我就看到有人讨论 其中一个最多人讨论的就是 梁朝伟拿奖 就说 刘嘉宁失言 那我们看看梁朝伟拿奖 和所谓刘嘉宁失言是如何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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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說些話吧 說些話,我也… 也不會說,我很開心 因為… 很久沒有在香港電影金像獎獲獎 差不多有十多年了 很開心 是否現在開始說得獎感受 是 Darney仔 Darney仔 是呀… 是呀… 我首先要多謝香港電影金像獎 以及多謝所有提名我的朋友 多謝英王娛樂 楊老闆 多謝導演莊文強 給我這個機會 也多謝監製黃斌 多謝我很欣賞的攝影師明哥 和她的團隊 很感謝所有台席幕後的演員和工作人員 呃… 呃… 還有… 當然要多謝你,是嗎 你是多謝我,還是多謝袁詠儀,還是劉青雲 多謝你嘛,嘉玲姐 不是… 其實我… 鼓勵和支持 你讓我先招一招 我給你一招 好 鼓勵和支持 也要多謝我的家人 特別要多謝林麗珍女士 就是我兒童監製 兒童節目的監製 她一直以來對我都有很多鼓勵和支持 那我覺得最重要要多謝的 就是在我過往 即是這41年 在燕日生涯裏面一直在支持我的觀眾朋友 對,多謝大家 我想說兩句 我想說兩句 可以嗎?梁朝偉 可以… 我知道梁朝偉一拿獎 很多人就會說 不是吧 Oh my God 又是他 是嗎? 給人家一些機會 但是我… 這麼多年在他身邊 我覺得梁朝偉 真的是一個很偉大的演員 是,別這麼說 做好演員是OK,但是偉大的 我覺得普通一個演員 他可能付出100分的努力 或者200分的努力 但是梁朝偉先生呢? 他是付出了500、1000分的努力 不是,我這麼說 也是,變出了很多的努力 所以我覺得 我們香港有一個這麼偉大的演員 我們應該值得叫我 不是,大人都說 不是偉大的 演員很OK,但不是偉大的 香港電影,加油 好,好 好,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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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有請 視之遇和導演 有請 然後晚一點就開始有人討論了 就是說說劉嘉玲令到老公很尷尬 又說他長大了 又說他沒有什麼分寸 我整個金證賬都沒有看 我又不知道獎賬是怎樣的 但我只是看了這一段 我特意找來看 我特意見他們說劉嘉玲很離譜 那隻龍蝦比較突出 龍蝦也是港產片的神髓 也是那個致敬的 那隻龍蝦金色 還有大家在截圖的時候 大家都在說說 龍蝦那隻龍蝦是什麽 那是證明你們沒有看過原片 他不是這樣說的 他那個名字是 他那場戲裏面說的那個名字 那個字幕是亂寫的 其實他那個戲裏面不是說這個名字的 應該是假裝了華沙詞的名字 你也不敢支持港產片 我才支持港產片 雖然我一套都沒有看過 今年那些獎 我只看了金手指 金手指是梁朝偉獲獎了 那有人就 我看到網上的人就在說 就在說 劉嘉玲 就是不堪暴 不堪暴 還有又搞到梁朝偉很尷尬 搞到梁朝偉很尷尬 那這個 我就不是的 我覺得很sweet 我也覺得 我說就會尷尬 劉嘉玲就不會尷尬 我覺得他們的互動很好看 不是的 有個老婆去 說老公說話 雖然還沒有那些聲音出來 還沒有那些聲音說 又是頒給梁朝偉 又 還沒有啊 就是那一刻 就是那一刻 就是頒給那一刻還沒有出來 但是他已經被迫到會出來 就是他已經預示到 先說定 先說定 拼定那些傢伙 都是照樣說的 就是他作為一個老婆 當然大家要留意 他不單止是他老婆 他也是他現在的經理人 沒錯 就是自從沒有簽澤東之後 就已經是劉嘉玲作為他的經理人 那 經理人是很煩的一件事 經理人是很誇張的一件事 而據說劉嘉玲是沒有成立公司 做經理人的 沒有啊 劉嘉玲是真的自己做經理人的 是啊 那是一件很瘋的一件事 是啊 那他比較瘋的 還是沒有經理人比較瘋的 沒有經理人又不是很瘋的 沒有經理人就是比較少的 沒有經理人就是 沒有經理人不瘋的 沒有經理人就是自己 現在很活躍 沒有經理人不瘋的 沒有經理人不瘋的 但是找自己老婆做經理人就很瘋的 哈哈 那他已經想定了 他已經想定了 如果他拿了獎 那接著呢 那些人就會說 又是他拿 為什麼不給那些機會 其他人呢 那樣 所以給那些機會 其他人就是給那些機會 年輕人 例如王子華 其實王子華是大過梁朝偉的 哈哈哈哈 還有 王子華是老過梁朝偉一年的 哈哈 還有林寶儀 給那些機會 林寶儀 給那些機會 林寶儀 王子華這些新進的演員 那樣 那會覺得是這樣 那 那 但是他就先說定了 他覺得 都是應該頒給他老公的 因為他老公是偉大的演員 那樣 那梁朝偉就說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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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就說 你這樣搞得梁朝偉很尷尬 那樣 不是 那你沒有 那難道梁朝偉說 是啊是啊 很偉大的 他只是說 不是不是 不要這樣說 嘿嘿 他一定是這樣的 不是 那點是 你要有個人說了 說他很偉大的 他才可以說 不要這樣說 不要這樣說 你一定要有個人說 說他很偉大的 不要這樣說 嘩你很厲害 不是 不要這樣說 對 如果說你偉大的 別人想說 江湖朋友給面子 哈哈 你有什麼 我又回來 只是老婆你說我好厲害 有什麼用 我這場戲 這場戲 就是大內物探008 劉嘉玲就說 那你是厲害的 哈哈 你不要說厲害才行 那你是厲害的 你也不知道在外面做什麼 你這場戲 我摘的 哈哈 你這場戲 全部都是我摘的 那他當然有這樣的影響 還有就是 還有 你的本人 他的本人要欠虛 那你的本人要欠虛 哪一個代理威 本人欠虛 你總要有一個代理威 而劉嘉玲就是扮演這個角色 劉嘉玲就是告訴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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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公就不喜歡威 但是呢 他就很能威 彩就要拿 哈哈哈哈 不是介意獎 獎項 獎項的資訊 而浮雲 你嘗試不給他 嘗試 有人要說這些話 沒有人說 你又謙虛 我又謙虛 大家都謙虛 他就是 那就沒有獎項了 那沒有啊 那就靜了 沒有了 所以其實要老婆做經理人 是對的 哈哈 是對的 你法哥也是這樣 不是老婆 我又不想說法哥老婆 有時候做經理人 是很懶惰的 是啊 有時候做經理人 是非常懶惰的 有很多層面都要懶惰的 其實我覺得老婆做經理人 是很誇張的 為什麼很誇張呢 例如就是你要幫他去揮 你要幫他揮很多東西 你要幫他去談很多東西 還有你怎麼都綁綁了兩夫妻 我想說法哥很善解人意 是不是 法哥就是 一個bad cop一個good cop 法哥就是好人到爆炸 你知不知道法哥的早數 算中是由他起床算起的 哈哈 而且他不離開片場 也會繼續計算的 是啊 要回到家裡才計算的 是啊 他由家裡出門口去計算 出發計算到回家裡 由家裡計算 這些是誰來談的 難道法哥自己談 喂 他出門口 他出門口就計算了 就起床了 然後上車就計算 然後法哥又是好人 法哥說 咦 我們不如一起去吃個總餐 多好人 多好人 正在計算的 正在計算的 對吧 那法哥 沒有人會說法哥 法哥也不知道 哈哈 全行都覺得法哥不知道 你猜法哥知道嗎 覺得 覺得 每個人都覺得他不知道 還有什麼呢 下班之後都繼續在片場裡玩 是啊 又算的 玩手機玩一下 相機什麼都玩一下 又算的 那法哥就不知道 對 大家覺得法哥這麼好人 難道跟你計算 難道他特意在那裡扔波鐘 騙你那兩個小時 哈哈 但是他那兩個小時是多少錢 大家又不知道 你什麼天價 大哥 法哥什麼都無所謂 法哥什麼都無所謂 拍戲也無所謂 玩大家有什麼所謂 他又不跟你計算 又不跟你說 你叫我拍什麼 我就拍什麼 好玩 那那些是誰來談 那些他當然無所謂 法哥又無所謂 你又覺得無所謂 那哪個受呢 哪個受呢 全行沒有什麼人喜歡法嫂的 我想說 不是說笑 沒有人敢說出聲 但是 我想喜歡和法嫂朋友的人 我想應該不多 我猜 那這些是誰受了他 這些就是他受了他 那他是老婆來的 他是老婆來的 好了 譬如好像剛才在台上 就是剛才播片 在台上 喂 喂 預了有人說 預了有人說 又是他 又是他 他先說定 先說定 有些人不會覺得又是他 但是香港有一個這麼好的演員 大家應該好好珍惜 因為他真的是一個很偉大的演員 那這些說話 說完 誰被人罵 那就是老婆被人罵 那你說 喂 做老婆的 做老婆的 當然 做老婆的 不要坐在旁邊 在那裡 是嗎 你找另一個上台 說這些話 等他 然後做老婆的 也想說 那你不要這麼說 他也可以做這些 落落大方的角色 那你要有人惹了一面 他才可以落落大方的 但是他就做了這個角色 所以我看 我就覺得 我覺得 都很零零發 很甜蜜 非常之 也不是很滑爛的 我也不覺得 有一點點 不是大方 尤其是要先說定 因為 因為 他先說定 因為他之前 都拿了一些獎 的時候 都聽了不少聲音 還有同情 就一定落到王子華 那裡 大家一定是覺得王子華 是今屆要拿的 就是覺得王子華 要拿的 大家 讓他拿 還有 難得有一套 獨屍大狀 還有第二套 就是你 獨屍大狀 在那一年 橫掃 然後 在最低潮的 在港產片最低潮的時期 去拿港產片最高票房紀錄 這是一個奇蹟 你怎麼拍第二套奇蹟 你很難拍到 你拍到一套奇蹟 其實心底裡 都會遇獨屍大狀 橫掃 那獨屍大狀 應該橫掃的原因有很多 因為如果要計算 他在那一年來計算是奇蹟 他在整個市道來計算是奇蹟 起碼在下一年 就已經無法複製這個奇蹟 那個所謂的小陽春 就已經不見了 然後 還有很多新的混合 很多新的混合 你覺得如果作為一個工業 這個我經常都說 作為工業 應該鼓勵在這些位置 金手指 你鼓勵他來做什麼 全部都拿了槍 你不用鼓勵金手指的 金手指的責任 還有他拍到這麼多錢 對,那些人不用鼓勵的 你作為一個工業的獎 他理論上是一個工業的獎 其實我們一直都不明白 金像獎是一個什麼 我們從來都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他們怎麼運作 我們不知道那些人在想什麼 我們知道怎麼運作 我沒有投票 我沒有投票 我可以投票 大家知道投票的 你只不過不知道那些行業裡 那些人在想什麼 但是大家會傾向 他們會覺得 喂 他出來的效果 一定是 一圓了頒獎禮 一定的討論 就是鄧王子說不敵的 一定會有很多聲音 鄧王子說不敵的 結果也有 但是劉嘉玲 就用他的龍蝦蓋過了他 討論就去了劉嘉玲 失言那裡 這件事很厲害的 如果平平無奇 正正常常拿了獎 焦點就會去到王子華那裡 全部都去到王子華那裡 那怎麼辦 怎麼樣 現在是拿不到最有機會拿的 未必是最有機會拿 或者大家會很替他不值 同情分很大 現在不是了 現在同情分落到梁朝偉那裡 你搞到梁朝偉很尷尬 全部人都說梁朝偉很尷尬 梁朝偉其實都不想這樣 你是要這樣 把他放在那個位置 無端端幫他老公拿回同情分 我想說不是簡單的 我覺得劉嘉玲昨晚的演出 雖然我沒有看其他 但我覺得那個演出應該是裸掌 他那一刻的演出是真的應該是裸掌 他有沒有計算 我不知道 但起碼他想 他覺得要在那個位置 要做一個這樣的 speech 拿搶佔那個話題 他覺得要這樣做 要他做到 要他做到 我覺得 而且也很真心 我覺得 你還要問 我有話想說 給我講 對 很真心 就是看完你拍月底 看完《心靈養生方向》的廣告 他想起那段戲 但我是抄襲他的 他想起那段戲 他想起那段戲 我跟著他拍 然後 然後 還有 雖然沒有看完所有的戲 沒有得評論 但是 有人真的會覺得 梁朝衛不應該拿這個 其實金手指好像拿了很多獎 我不知道他拿了多少獎 很多技術獎 都不是 拿技術獎 技術獎差不多 差不多 那個就是什麼 其實那些獎是重要的 因為那些獎是賺錢的 那些獎是 那些獎是 那些獎是比 最佳攝影的獎是重要的 你說得那麼重要 但他們都沒有搞 後派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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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沒有看完其他獎 那我就覺得 金手指 金手指當然不值得獲得這麼多獎 金手指不是一套很出色的電影 金手指是一套 都幾 幾夠的電影 但其實他大獎 都真的只有男主角一個 但是男主角 就真的應該被梁朝衛 我覺得 那個真的考演技 我覺得金手指很考演技 金手指考演技的地方是劇本系 做一個熨的劇本是很難的 就是一個這麼熨的劇本 也不是很熨的劇本 金手指最後來說是好看的 就是觀影經驗好看 作為一套戲 我之前也評論過 作為一套戲是不行的 以戲論戲 各方面都不行 但是觀影經驗是愉快 就只有一個因素 就是梁朝偉 整件事是梁朝偉起死回生 其實整套戲就是看梁朝偉 其他人有時候 為什麼其他人出場 其實很會出戲 我們說有些富二台 對,那些富二台 不知道做什麼 有時候那些外國人 不知道做什麼 搞不回答 很多人都搞不回答 但是梁朝偉 劉德華也有一點點 不知道做什麼 劉德華也有一點點 劉德華也用力做 但是我覺得劉德華 他有一點點撈亂了自己 做《潛行五億探長》 和《金手指》 那個戲都很亂了 沒有梁朝偉 整件事就不成立了 所以梁朝偉在《金手指》裡面的演出 我覺得是很出神入化 但是你說要比較 我沒有資格比較 沒有看別的 我覺得最慘就是這樣 大家都沒有看過這麼多電影 然後去投票 如果大家有看過這麼多電影的話 應該就會覺得大鵬是出色過 那些人是不對的 沒有看過就投票 那就是沒有辦法 但他應該 我沒有看就不投了 最後內部的應該是有看完的 不會的 不會的 真的沒有的 沒有需要看完的 任夠你投的 每個人都不斷投的 任夠你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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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其他的評論不到 還有整個節目都沒有看完 但是就欣賞劉嘉玲 欣賞劉嘉玲 非常欣賞她 喂 我們這一節就到這裡 有童童有新貨 童童要加油 每一分的努力都一定有價值 剛剛那個感情諮詢也不見了 你傳給我 我要幫他摘聖杯 還是現在摘好呢 還是下個星期才摘好呢 不是啦 感情的問題 感情問題要 沒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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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多一個星期就沒有了 我只要一個酒 不用客氣 那我現在摘聖杯 我現在摘聖杯 好 好